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就當作我們都很懂 那就是最重要就是要建立 我們之間的 我想講的那個connection 其實人跟人之間要溝通 一定要基本的信賴關係 一定要先信賴 要知道彼此你比較好溝通 活著那都是勉強的 就好像是我們到一個新的單位 你要去工作 你必須要先開始慢慢的察覺 這些人會有什麼樣的反應 而且這些反應是你在預期下的 如果他們的反應不在你的預期下 其實你會一整個很焦慮 所以其實這反應在自閉症孩子的身上 那大腦玩的孩子比較簡單 簡單很多 他很容易就學起來你的規律 其實他真的不用像自閉症發100分的功 你只要發30分的功 他就把那connection建起來 就知道你會怎麼樣 所以其實他是很容易的 只要我們給他一點機會 我們在一起 對 medical說明 指定是3分的 他們都不會成功 有其他一頁幸運 我們在洛杉瀉